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哥 然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王者龙小姐的视频 然后我今天是玩微信区和派派小姐一起玩的 其实微信最早就是和派派小姐一起玩 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派派小姐一起玩 玩上了张飞 派派小姐好像是一个身在美国的上海大小姐 是吧 他这个账号什么英雄都有皮肤 好像有一个土豪贵族吧了 五三天也有 主要是我没有苹果机 要是我有苹果机 比较大的号借我玩一下 玩一下武则天那个叫什么 海洋之星 对吧 我自己的账号好多都没有皮肤的 挺可怜 就是光秃秃的 看一下 然后这局我用的是阿柯 十八人杀 主要是对面比较糟糕 我们看对面都是脆皮 我们房中后裔两个射手 这把答案是匹配 所以说就是 随意玩下 纯属娱乐型的玩法 阿柯嘛 阿柯我就直接左穿右穿就搞定了 他们脆皮打的都不 对面感觉都没有打的比较强势的英雄 有一个好像对面也有漏 但是没有我方强势一些 其实没有漏 没有漏 他们就一个张飞吧 没有张飞 我方是张飞 对方是后裔 对吧 后裔 还中 然后花木兰 花木兰再加一个孙悟空 然后一个真姬 就这五个 他们没有漏 没有漏的情况下 我阿柯是想虐谁虐谁 现在就已经是连杀了 左穿右穿 然后这边 这边环中 每次都是开大 开大 都在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美哥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 王者龙小姐的视频 然后今天是玩微信区 和这个派派小姐一起玩的 其实微信最早就是和这个派派小姐一起玩 然后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派派小姐一起玩 玩上了这个张飞 派派小姐好像是一个 身在美国的上海大小姐 是吧 他这个账号 什么英雄都有皮肤 好像有一个土豪贵族吧了 五三天也有 主要是我没有苹果鸡 要是我有苹果鸡 比较大的号借我玩一下 这个玩一下 武则天那个叫什么 海洋之星 对吧 我自己的账号 好多都没有皮肤的 挺可怜 就是光秃秃的 看一下 这局我用的是阿柯 然后十八人杀 主要是对面比较糟糕 我们看对面都是脆皮 我们房中后裔两个射手 这把答案是匹配 所以说就是 谁已玩下 纯属娱乐型的玩法 阿柯嘛 阿柯我就直接左传右传就搞定了 他们脆皮打的都不 对面感觉都没有打的比较强势的英雄 有一个好像对面也有漏 但是没有我方强势一些 其实没有漏 他们就一个张飞吧 没有张飞 我方是张飞 对方是后裔 对吧 后裔 环中 然后花木狼 花木狼再加一个孙悟空 然后一个真鸡 就这五个 他们没有漏 没有漏的情况下 我阿柯是想虐谁虐谁 现在就已经是连杀了 左窗又窗 然后这边 这边环中每次都是开大 开大 都在我出现的时候开个大招 以为我会怕他 直接就冲上去录他 然后我们一看比方差距就是相当大 12比2 总比方12比2 然后我六个人头 这局我连死都没死一次 直接是顽略 然后对面还有 还能打到结局 也是很佩服他们的 那个对吧 一般情况下 被打了那么多分数情况下 差不多就可以直接退了 可以投了 这边就是我方张飞 张飞 不过好像张飞 他有皮肤和没皮肤 开大招没什么距离啊 都能跟那只爆猩猩一样 我们看一下 这边色色色 专抓这个花木兰 看我们这个张飞是吧 他这个拍拍小姐的张飞是有皮肤 然后刚好变大之后 也是那个红彤彤的 现在这一波完成一次三沙 也是比较爽的 这边狂追一狂中 他们没有漏啊 对吧 没有漏怎么 我扛得住我这个 蹭这个 我这边和那个 拍拍小姐配合了一次 拍拍小姐 喷了一下这两个射手 直接 直接就给我们玩捏啊 喷完之后 来一个双扎收割 孙悟空看 赶紧跑啊 不跑 不跑也得死 对方孙悟空也玩得不是很强势 说实话 孙悟空我玩的话 也有的时候也玩得不是很好 因为孙悟空 说的很暴击很高吧 那你要 能发育到后面对吧 你要前期又要发育得好 但如果前期发育不好 照样是被人就停产了 特别是后期 然后今天也是跟 那个杜甫打了一把牌位 就是 孙悟空打得不是很好啊 很糟糕 在牌位里面打孙悟空 胜率很低的啊 但是我的身份就很低的啊 好 这边跟方孙悟空打得很强